白鹿凭借多部戲劇人氣高漲受到不少粉絲喜愛 但近日卻突然捲入食言風波 他2019年主演一部古裝劇 在劇中扮演女魔頭 大談一段刻苦明星的戀愛 在受訪介紹角色人設時 他形容是女生霸道總裁與小奶狗的故事 然後到了後期就變成男生霸道總裁與小母狗的故事 也表示是很有意思的情節 但因為形容角色為小母狗 讓大票網友不能接受 認為他這個詞很沒文化 再往上引起一卷討論 對此白鹿也在23日 首都發聲表示 當時自己的確沒有用恰當的方式 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想法 給大家帶來了不舒服 他深感抱歉 也虛心表示外界批評是很重要的提醒 以後會更加嚴格來約束自己的言行 避免使用不恰當不尊重的言辭 請坐下 請坐下